各项王诈刺激政策搞得是头晕眼花 中国经济的春天终于要回来了吗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7号 央行继续开查放水 降准0.5个百分点正式落地 引发了无数人激动不已 再次见证历史啊 那什么是降准呢 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为了多赚利息 需要尽可能多的把用户的存款带出去 但是也要留一部分资金 以被用户随时来提取 我们称之为存款准备金 按规定这笔钱要存在央行 存款准备金占商业银行 吸收存款总量的比例 那么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降准0.5个百分点 意味着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 势必会刺激经济增长 可以说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见证历史级别的经济刺激法案 从9月19号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之后 趁着全球金融市场剧烈不动之时 国家紧急抓住时间窗口 平凡祭出各种大招 甚至在短短一天内发布了5条刷屏级别的利好 降准降息 降低存量房贷 降低二套房首付 直接掏8000亿提振股市 一时间掀起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热烈回响 国际资本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开始疯狂抄底 包括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机构 纷纷看好中国资产前景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强势收复了7.0的大关 人民币汇率时隔18个月再次回到了6.0开头的时代 就连A股都起死回生 5100多只股票同时上扬 阿里巴巴 拼多多 京东等均涨率10% 房多多更是暴涨近110% 更疯狂的是上交所都被买爆了 9月27号上午开盘一小时 护身两市成交金额近7000亿 系统一度出现卡顿 总之 中国经济大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正如9月26号召开的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没变 市场广阔 韧性强 潜力大 我们始终坚信 中国的经济底子厚 产业链完整 潜力还没挖到头 只要政策到位 信心恢复 经济回暖不是梦 甘伎队 工作湾